斗魄苍穹大结局,斗魂级别美杜莎,为何不现身就硝烟? 与斗魄苍穹大家都不得不认为是一部不错的玄幻剧。 与大结局,很多观众都是非常的不满意。都为硝烟感到惋惜。 受伤的萧炎在身受内伤的情况下还遭到了萧薰儿的背叛,小编也是非常痛心的。 世界中的药老更是被寒风掳走。 然而斗魂级别的美杜莎可以一招制敌,却对萧炎没有加援手。 先说七彩吞天芒美杜莎,与萧炎通过一场厮杀得以相识,美杜莎是蛇族女王,并已经是斗魂级别。 因吞噜地心火而受伤,后被萧炎保护起来。 多次对萧炎出以援手,帮助萧炎脱离困境。 其他人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,后美杜莎即为信任萧炎,并将蛇王传于萧炎。 在之后萧炎对战云兰宗时,美杜莎更是发挥自己的实力,将云兰宗几位斗魂级别的长老击退,可以说是萧炎最有实力的靠山。 在萧炎为萧家荣誉,与云兰宗云山宗主对绝时,萧炎控制住云山,美杜莎也一招制敌,破了云山的绝招。 无此大的靠山,竟然被寒风玩弄,而且被萧薰儿丢弃的时候,并没有出现,没有在萧炎与泛牢大战之时没有出以援手,时为什么呢? 其时也不难猜出,萧炎大战泛牢时,使用了佛族火炎,配合三千雷洞,激发出最大威力的炸弹,炸得云兰宗大伤元气,泛牢也被炸得不知所踪,威力之大波及到了附近所有人。 作为蛇族女王,美杜莎不得不保全自己,为蛇族着想。 美杜莎更是不打卷入萧炎的个人恩怨,但是美杜莎没有想到她离开后萧炎会被尾随而来的寒风暗算,夺走那戒,使得萧炎寒恨而终,对于此事,你们都作何感想? 破苍穹大结局,窦黄级别美杜莎,为何不现身就萧炎?